那针对我国贪污印象指数排名进一步的下滑 成年成为了历来最差 那新门两大成员党 诚信党主席墨沙部和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今天齐声剑职反贪会是问题的根源 有必要给外界一个交代 墨沙部和林冠英在联合文告中批评反贪会过去两年 甘愿沦为政治武器 被非民选政府用来对付反对党政治人物 他们两人指控如今反贪会不仅无法勇敢的速贪 本身更充斥滥权和腐败行为 还列举了包括反贪会首席专员 丹西里阿战巴基在内的17宗案件 指反贪会已经成为了问题所在 除了呼吁反贪会针对这17宗的案件给外界交代 林冠英和墨沙部也强调 反贪会必须以透明公正和独立的方式专业执法 否则将会动摇投资者的信心 削弱我国的竞争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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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